孟晚舟出庭时身边有不少随行的人是什么身份,又说明了什么问题,美国用自己的法律,要求全世界服从,小弟加拿大拿着美国的法律击捕孟晚舟,还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流程是合法的,而孟晚舟方则认为,加拿大逮捕的程序就是非法的,既然连逮捕都说不过去,更谈不上引渡,他身边随行人员不少,除了很多围堵在一起的记者。 很多人好奇,孟晚舟身边的这些人是谁,在孟晚舟身边还有华为的新闻发言人,华为媒体事务副总裁本杰明豪斯,他一直强调孟晚舟是无辜的,在众多记者的发问之下,本杰明必须处理媒体记者的刁难。 每一次孟晚舟出庭之时,丈夫刘晓宗都会在旁边陪同。此外,在孟晚舟身边还有不少保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之中,不仅仅是孟晚舟的家人,网友们也十分担心她的人身安全。 而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敌对和歧视也更加严重。孟晚舟身边的保镖说明孟晚舟此时此刻所面对的潜伏危险还是很多的,在软禁期间只能防患于未然。